接下來要講的叫做清水斷崖 就這個 蘇花公路上的著名的觀光景點 它站在前面有一個地方可以平身 跳望這裡 清水斷崖垂直的 陡峭的斷崖 那在賣香腸 因為那是著名的景點 還有一個步道 然後呢 為什麼這裡會有陡峭的一個斷崖 三個原因 第一個 它有斷層切割咔嚓 所以一高一低 第二個它是堅硬的大理岩 所以它不會翻過來 你那個麵糰 都一坨 一切開的時候麵糰會塌下來 可是它是堅硬的大理岩 所以它不會塌下來 是硬硬的 就是直直的 然後另外再被海浪侵蝕掉 最後就形成這樣的一個 直直的 陡峭的 近乎垂直的斷崖 清水斷崖 就這樣子 斷層接割 有施大理岩 受海浪侵蝕 就長成這樣一個近乎垂直的斷崖 蘇花公路的著名觀光景點 OK 然後呢 這我們跟你講過了 玄武岩的特徵就是冷卻的時候會凝固 會變成一哥 一哥的 六角形柱狀截屹 所以呢 就形成一個特殊的景觀 澎湖群島就是古時候 海底火山爆發所形成的 所以它就是玄武岩 它就一哥一哥的 玄武岩柱狀截屹 像這個樣子 很特殊很好看 像是地質公園 還有些就是傳說 世界上只有兩個地方長得像這個樣子 其中的就是澎湖 OK 就是像中原特徵 玄武岩柱狀截屹 然後2D地形 台灣好像有三個地方有2D地形 我比較原來小時候知道是大寮 你們也不會去了 因為以前畢業旅行 因為要去墾丁嘛 所以要從高雄進屏東走 那個國道3號 要從高雄進屏東的那個隧道前面 就是大寮的2D地形 這張照片是 炒山 炒山的越世界 因為它光凸凸的 什麼都沒有 所以好像月球表面一樣 可以稱為 月世界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台灣有3個地方 有這樣的地形 有這樣的地方 地形 就這樣子 因為它就是一些 泥一點 容易被沖摔 不會蓄水 所以東西長不出來 長不出來 2D地形 2D地形 長這樣 炒山越世界 南世界 OK 我比較知道是大洋那個月世界 我曉得住在那邊 不知道那裡 OK 再來就是有峽谷 來 陸地快速排升 河流的上游 有什麼侵蝕 上游比較 我記得有三種對不對 上游比較會有什麼侵蝕 波渡斗 流速快 然後再往下 所以有什麼侵蝕 向下侵蝕 流速的景觀 什麼景觀 V型峽谷 有峽谷 就有峽谷 地形 這樣這樣 峽谷就V 看到嗎 有V V型峽谷 所以呢 我有在上游地方 因為波渡斗 所以呢 流速快 侵蝕單元能力強 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造成它形成一個叫做V型峽谷 V型峽谷 OK 有峽谷 然後呢 再來就是沒有內容了 台灣有戶戶廢話 那為什麼會有戶戶 因為一高一低嘛 那為什麼一高一低 可能是因為斷層嘛 可能是因為輕實嘛 所以就會一高一低嘛 一高一低 這是新北市 因為這是很舊以前的投影片那些北線 那現在叫做新北市一個著名的 因為它很寬 它不高可是它很寬 所以叫做很大 它很寬 所以是一個著名的觀光景點 觀光景點 十分瀑布 然後呢 這也要縱横瀑布 這台灣瀑布太多了 他瀑布太多 到時候 楊明山也有啊 其實楊明山也有啊 可能要換身上 就是瀑布 一高一低 然後就行政瀑布 台灣有瀑布 然後台灣有盆地 這個廢話一句 就是旁邊比較高 中間 中間 比較低 我們就說我們 我們所在的就是我們 很可愛的 太有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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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間地 太有盆地 OK 還有一個叫做你們地理背過的 太有盆地 台地 台地 中間高旁邊低嘛 高強 你們以前背過有沒有 還會背嗎 台灣從北死亂啊 有哪些台地啊 好 好 你有台灣進去啊 好 好 好 亂講好不好 亂講講好不好 我不記得 我去看地理課本 不是 那裡 第一顆 只告訴你說 台灣有台地 就 沒有了 所以我說沒內容 沒內容 台地 OK 算成 這個南邊的 橫村 台地 橫村 台地 就沒有東西了 就是有關於 台灣的一些地形 我有比課本多教一些 你就看一看弄好就可以了 原則上 地理課本OK 地課就OK了 因為地課教比地理還要少 地理還要少 而且地理講得比較清楚 地課就這樣糊弄過去了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